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用餐前只要先吃这个东西 就可以帮我们减去内脏脂肪 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可溶性纤维 在现代社会中 健康和减肥已经成为人们关心的重要一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可溶性纤维 对减肥和健康有着显著的帮助 今天的影片我们将深入了解这个神奇的成分 以及它是如何在减去内脏脂肪方面发挥作用的 可溶性纤维的重要性 一项发表在肥胖期刊的美国研究显示 摄取10克可溶性纤维的受试者 透过断层扫描检查腹部脂肪 内脏脂肪减少了7.4% 皮下脂肪减少了3.6% 这个研究结果令人印象深刻 有名可溶性纤维对内脏脂肪的减少有着实际效果 另一项研究在纽西兰进行 研究人员发现 在面包中添加10克可溶性纤维的质 能够使饭后血糖降低35%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 因为稳定血糖是减肥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 可溶性纤维是什么 可溶性纤维是一种特殊的纤维 它能够与水混合并形成胶状物质 这种特性使得它在减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溶性纤维主要来自于一些常见的食物 包括绿花椰菜、巴勒等以及豆类食品 例如黄豆、豆浆、豆腐 可溶性纤维的功效 1.降低食物的升糖指数 我们知道 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容易使血糖快速上升 然后迅速下降 这种情况会导致饥饿感和暴饮食 可溶性纤维能够与水结合形成胶状物质 这样食物在消化道中停留更长时间 降低了食物的升糖指数 减少了饥饿感 2.减缓脂肪的吸收 可溶性纤维还有助于减缓脂肪的吸收 从而减少摄取的热量 这对于减重非常有帮助 因为减少热量摄取是减肥的基本原则之一 3.产生短练脂肪酸 可溶性纤维有助于产生短练脂肪酸 这对于肠道和全身的健康都非常有益 短练脂肪酸可以促进肠道的健康 还具有抗发炎和抗老化的作用 4.增加饱腹感激素 可溶性纤维还能够增加身体的饱腹感激素 例如胆囊收缩素、肠密素等 这样一来 我们的饥饿感就会降低 体重的平衡也会自然而然地下降 不可溶性纤维的作用 不可溶性纤维虽然不像可溶性纤维那样容易溶解在水中 但它在维护肠道健康方面也非常重要 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帮助形成粪便的主要架构 并有助于清除肠道中的老化细胞 降低职场疾病的风险 如何摄取足够的纤维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建议 男性每天应摄取30到38克的纤维 而女性则应摄取20至25克 这个数字可能让人感到困惑 但其实通过合理的饮食 很容易达到这个目标 一碗糙米饭还有约3克的纤维 一碗蔬菜也有约3克的纤维 一颗苹果同样还有约3克的纤维 因此 每餐摄取一碗糙米饭 两碗蔬菜和一些水果 就能够轻松达到每32克的纤维摄取量 一天摄取24克以上的纤维 可溶性纤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营养成分 它对于减肥和维持健康至关重要 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食品选择 我们可以轻松地摄取足够的纤维 同时享受减肥和健康带来的好处 不要忽视这个简单但强大的工具 让可溶性纤维成为你减肥路上的好朋友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